一些狀況 大家如果有關心到的話 台東縣政府三個禮拜 其實就已經 縣長已經宣布了 明天本來是要由我們 縣政府 我們副縣長王志輝 率領我們縣政府的團隊 以及台東大學 還有我們很多 鳳梨世家產銷班 以及我們策略聯盟 準備要到中國大陸 跟對方說明 我們為了鳳梨世家 想要銷到中國大陸 做了哪些努力 但是很可惜的 今天早上一早 現場就打電話跟我講 王志輝副縣長 不允許中央單位 不允許我們王志輝副縣長 帶隊 那所以接下來 我們還是會有 其他的應付手段 我們已經邀請 我們鳳梨世家策略聯盟的召集人 也就是我們的 台東地區農會的 李建通總幹事 會帶隊 去跟對方說明 我們的鳳梨世家 在這 從前年的9月20號 被暫停 輸入中國大陸之後 這一年多的時間 我們做了哪些努力 我們也期待 可以趕快把這個鳳梨世家 銷到中國大陸 這件事情 可以恢復 讓我們的農民朋友 不要再像今年過完年之後 這種價格 不是大家可以忍受的 我們也期待我們的鳳梨世家 可以慢慢的 在品質有管控的情況之下 在有產家履歷的情況之下 銷到中國大陸 讓我們的鳳梨世家的價格 可以越來越好 最後在這裡祝我們今天大會圓滿順利 也祝我們各位農民朋友 身體健康 平安喜樂 謝謝大家 謝謝 我們